大家好,我是 Qualcomm C-Team 的 George 今天要帶大家介紹 AI Hub 首先 AI Hub 它的目標就是給開發者來說 是建立一個快速可以體驗模型在 Qualcomm 機器上面的表現的數據 例如說假設你沒有高通的 Dev Kit 也沒有使用 Qualcomm 的 AI State 你手邊有一個模型 你想要很快速地知道說這個模型在 Qualcomm 的 Play Phone 上 讓它執行的時間 用了多少記憶體 以及它的 Quattle Neck 在什麼地方 相信大家在做 AI 相關的產品的時候 在前期預言階段都會需要先做模型的選型 以及確認產品的規格 A Hub 就提供了一個很快速可以知道模型 在某個特定 Qualcomm Play Phone 上面 實際上表現的數據大概是怎麼樣 這是 AI Hub 它最主要的目標以及它的功用 它包含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Optimize Translation A Hub 可以自動幫使用者的模型做 Conversion 到 TF Lite 或者是 Qualcomm AI Engine Direct 也就是所謂的 QNN 做到這件事情只需要不到無航的 Python 控 你就可以把你的模型轉成 Tensor Flow Lite 或者是 QNN 這是它的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 Hub 上面也有提供超過 80 種 Return Pre-optimized 的模型 可以直接從上面就可以得知說 這些模型在 Qualcomm Snapdragon 跟 Qualcomm 的 Play Phone 上面 它們的表現的 Inference 時間是多少 那會用到多少 Memories 這樣子 這些模型在 AI Hub 的官網上 或者是 GitHub 或者是 Arginface 上面都有放 第三個部分 我們有很多連接到 AI Hub Service 的 實際上的 Device 可以從這些模型中去選擇說 你想要跑在哪一個實際上的 Device 上面的表現的數據 你也可以使用自己的模型 在預言階段你可以使用自己的模型 在跑在某一台指定的機器上面 去得知它實際上運行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這邊可以提一下就是說 你上傳的模型基本上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這是三個 AI Hub 主要的部分 這是一個 AI Hub 上 developer 會走過的一段路 首先我們先看在右邊它寫的 Cloud Service 的部分 在沒有 AI Hub 之前 得到一個模型 你想要知道它在某一個 Play Phone 上面表現的數據的時候 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 Convert 這個模型 到 QNN 或者是 SMP 的 runtime 去做量化 去做 Optimize 最後找一台 Qualcomm 的 Device 然後把機器上面架設它的環境 然後直上去跑 再用 AI Stack 的 SDK 去做 Profiling 的動作 這樣子做完整條路 你就可以得到我的模型在 Qualcomm 的 Device 上面 可以運行的數據 AI Hub 提供的 workflow 是要去縮短這一個部分 你只需要做的事情 不管你是來自 Mobile 的 BU IoT 或者是 Compute OEM 或 ODM App 的開發者 或者是開發模型的人 你只需要從 AI Hub 的模型去選擇一個 Model 或者是使用你自己的 Model 目前支援的就是 PyTorch 跟 Onyx 的格式 別人你只要去選擇一台機器 選擇你要的 runtime 是 Fencer Pro Lite 或者是 QNN 只需要做到這些事情 花不到五分鐘或五分鐘 你就可以知道你選擇的這個模型 在這個 runtime 上面表現的結果 或者是運行的結果 時間 從 AI Hub 上你做完了這些事情以後 你就可以去下載這個已經 Optimize 過的模型 也就是 Convert 完的 TFL Lite 或者是 QNN 的 Model Binary 之後再去透過 Qualcomm 的 AI Stack 去做 Deploy 到實際上的 Device 的動作 這邊現在是沒有在 AI Hub 的範疇內 畢竟是屬於 AI Stack 的部分 只是說 AI Hub 有陸續在提供一些 End-to-end 的 Sample Code 讓大家可以去實際上知道這個模型 在 Device 上面運行的效果 使用 AI Hub 其實是相當簡單的 你只要在你的電腦上去執行 PIP 3 或者是 PIP Install QAI-HUB 我們建議使用的 Python 是介於 3.8 跟 3.7 之間 安裝完之後你需要到 AI Hub 的官網 如果你沒有 Qualcomm ID 的話你需要去註冊印 登錄之後設定你後面的 API Token 去把你這邊顯示的這個 Token 照下來 基本上你只要瀏覽到這一頁 你把這項複製 然後再從你的陳明龍去執行 成功了之後就可以藉由 QAI Hub 然後 List Device 就可以知道如果有列出來它上面支援的機器 就代表你已經登錄成功了 這個 API Token 就代表了你這個 Qualcomm ID 代表著 光顧的機器上你已經不需要再做登錄的動作 到這邊就已經把 AI Hub 的 Function 已經裝完了 下面我們會介紹該怎麼使用 首先我們現在來討我們 AI Hub 上面的類似 HELLO WORLD 的一個程式 雖然右邊大家看到的 Python Code 好像很擁長 但其實只要注意幾個重點 那首先我們先去安裝 WACAM AI Hub 的 Token 的 Package 裝完之後裡面 Token Vision 裡面 會有包含 Pre-train 好的模型 例如這邊我們選擇的一個 Mobile Net V2 從 Vision 裡面拿出來 這段 Code 只是去從 AI Hub 的 API 去拿說 現在有支援的哪些 device 你去輸入你的選擇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這邊去輸入你的選擇 直接代名字 接下來就是審密一個 Compile Job 跟一個 Profiling Job 剛前面所提的文言後就是指這邊 我要審密一個 Compile Job 給 Token Hub 的 AI Hub 的模型 是這個名字 機器是哪一台 Input 的 Spec 這個是基於 每一個模型它的 Input 大小是不一樣 是要自己去定義的 因為有些模型它的 Input 是 Dynamic 是沒有辦法從模型得知說 你需要用多少的大小 所以我們在這邊必須要去指定一個大小 去執行的 Inference 的 Runtime 跟用了多少 Manly 才是有意義的 審密 Compile Job 就是這碗 Code 另外我們可以去做 Profile Profile 其實也是幾行 Python Code 就可以做到 就是一樣去審密一個 Profile Job 執行這個 Python Code 之後 我們就回到 AI Hub 的官網的地方 會有看到三個 Tab 就是 Compile Profile 跟 Inference 如果你看到 Compile Status 已經寫著 Result Ready 的時候 就代表 Compile Job 已經完成了 Profile Tab 也會完成 就會顯示綠燈 如果沒有的話 它就會這邊會顯示說 它現在跑到哪個狀態 Profile 來講 前置動作就是它會先去找一台空的 Device 然後去架設你模型需要的環境 然後再去執行模型 然後把 Profile 的 Data 繞回了 我們後面會詳細介紹 Compile 跟 Profile 的一些細節的內容 假設在對 Qualcomm 的 Playform 沒有很熟悉 可是你想要透過 AI Hub 來使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快速的知道 你選擇的 Mobile Net V2 那它即時從 Torch Vision 裡面拿出來 那這樣它就會被 convert 成 TensorFlow Lite 或者是 QNN 那執行在 Qualcomm Playform 上面的時間跟數據 除了從 Torch Vision 裡面拿出來的模型之外 AI Hub 上面也提供了很多 Pre-Train 的 Pre-Optimized 的模型 分成幾個類別 Image Classification 或者是 Super Resolution Sigmentation Object Detection Audio 相關的也有 Speech Recognition 跟 Audio Enhancement 也有矚目的 Gen AI 的部分就是 Image Generation 或者是 Text Generation 目前 Gen AI 可以執行的部分就是 體驗的部分就是 Control A 跟 Stable Diffusion Text Generation 的部分的材料還在準備中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很多疑問 這部分後面會持續的更新 這個模型是結束到昨天為止提供的 後續 Qualcomm 也會提供更多的 Pre-Train 跟 Pre-Optimized 的模型 讓大家直接從上面去選擇 類似說你要跑 Bit 或者是 ResNet 那在某一個平台上的數據是怎麼樣 讓大家在針對模型選型 或者是說要選擇 Qualcomm 哪一個 Chipset 來當作你的產品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速的知道這些模型的表現 接下來會介紹說我們要怎麼跑 所謂剛那87 種模型在 AI Hub 上面 怎麼去得到它我們想要看到的解譜 需要做的事情也很簡單 就是你需要先 install Qualcomm AI Hub 模型 後面選的名字就是像前面看到的 這邊舉的例子是 FF-Nate 安裝完這個 Package 以後 它其實就是會去 Chrome 作者方的模型下來之後 我們有三種方式可以去依照不同的你想要的體驗 第一個就是說我想要知道這個模型 它跑起來是怎麼樣 所以你只需要執行 Python-m 然後這個 Package 那這個 Package 它其實就是會去執行 Demo.py 在我們的 GitHub 上面 我們 Open Source 這個 Package 的內容 大家自己在 Local 安裝完這個 Model 的時候 這一份 Call 也會在你的本地去執行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打開來你的 Demo.py 你去做一些修改 例如說因為 FF-Nate 是 Segmentation 所以我想要 Demo 的 Inference 哪張圖 可以在 Demo.py 裡面去做修改 只需要執行這個指令 他們就會 submit 一個 Inference 的 Job 到 AI Hub AI Hub 就會幫你去把模型傳到你指定的 device 上面 做完 Inference 之後再把結果拿回來秀給你看 第二個就是如果你看了結果以後很滿意 你就可以去做 Export 的動作 Export 的動作就是我們在下 Python 這個 最後是 Export.py 執行這一個的話 它就會去做這個模型轉成 TFLi 或者是 QNN 然後再去做 Compile 的動作 然後最後幫你把 TFLi 或者 QNN 下載到你執行的根目錄 前面看了滿意下載下來 也下載模型下來 接下來你想要先知道在做透過 AI Stake 去做 Deploy 的動作之前 你想要先知道效果是怎麼樣 你只需要在剛剛的 Demo 的 Method 後面再補上 當 Device 這個 Perimeter AI Hub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模型跟你指定的 Data 實際上丟到你指定的某一台 Device 上面去做 Inference 然後再把結果拿回來給你 就有助於你覺得說這樣子的結果滿意 速度跟時間都是 OK 的 之後再去做後續的 Deployment 的動作 每一個模型它都有一對相對應的架構 都會有大概相同的 Python Code 所組成 大家可以去下面這個 Link 去看那些前面提的 80 幾種模型 每一種模型它是怎麼去做 Demo 怎麼做 Expo 拿到 Convert 過後的 TFL 或者 Qr AI Hub 上面還是有提供的 目前有會陸續增加 但現在有兩個 Sample Application 是 Android Application for TFL 模型 一個是 Image Classification 另外一個是 Super Solution APK 的 Source Code 的細節這邊就不太過 那大家只要去這個連結 那去 Focus 在 QNN Activity 點開來 就會告訴你說它是怎麼去引力 如何做 Inference 跟 Pre-processing 跟 Post-process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兩個 APK 的架構其實是長得很像 那後續會再提供更多的這種 End-to-end 的 Application 到這邊如果你是一個第一次接觸 AI Hub 的人 我們介紹到這邊到一個段落 那我們後面會再更詳細的介紹 好 這就是剛剛提到說 AI Hub 你 Submit 的 Job 都會在這個地方看到 它就會有分你的 Compile Job 跟 Profile 跟 Inference 同時也秀一下我們 AI Hub 的官網 從這邊點 Explore 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目前有提供了哪些模型 有 Computer Vision 假設我們選了 Object Detection 隨便去選了一個 YOLO 你就可以知道說在 S24 上面 我們透過 TFI 去執行的時間是 跟 Memory 的表現是這樣子 如果我接成 QNN 就是 AI Engine 的 RAM 你就可以知道 Inference 的時間跟這樣 然後你會直接去下載這個模型 去做後續的 Deploy 的動作 這上面的模型都可以讓大家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們 Deployer 的 Community 我知道大家會有很多問題 我們有一個公開的 Slack 大家只要透過 AI Hub 的網網上面 去加入這個 Slack 你就可以在上面問問題或者是許願 基本上就會有人上去回答 其實我們在 GitHub 上面 也是 Open 的 GitHub 所以大家在上面用模型 或者是遇到的一些困難 其實都可以在 GitHub 上面 Red Squash 比較 General 的 可以在這個 AI Hub 的 Slack community 上面 我這邊有截圖就是說 他有人跑一跑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人去回答 這邊當然是推薦大家 除了透過 Qualcomm 的 Content Window 之外 其實這個 Community 上面也有很多熱心的人 他會去把他以前遇到的問題 回答 就是分享給別人 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這個 Open 的 Slack 這邊是我的 Reference 這個是我們 AI Hub 的官網 你要看你 Submit 的 Profiling 或者是 Inference 的 Job 的 Link 在這邊 我們放模型的 Hocking Face 跟 GitHub 是這兩個 Link 如果要加入 Stacker Community 就必須要是這一整串的 就丟到 Browser 然後點進去 就可以加入這個 AI Hub 的 Stacker Community